大家好,今天是9月23日,星期四 臨近收市 見到上星期我跟大家說過甚麼呢? 中了 說甚麼? 我上星期四說市是沽了星期二 中秋截前 因為是沒有A股 因為是沒有北水 所以淡油是會為所欲為 當時我也不知道 星期五是路透、跪路 會傳出一些所謂本地地產相關的利淡消息 果然沽了市行行行行 但星期二要吃一口 早就說了 因為星期四回來 即是今天A股北水夠價 不過也不要開心 恒心指數今早升成600點 但最多位站不到甚麼? 24849 8月20日收市位24849 有錢底我們試都試不到 莫講說企 升600點那時都試不到 換言之 市仍然是一波低於一波 接下來黃金周前後 又沒有北水又價企 那些又要大家去審實 今天呢 恒大還到一期息 大家不要以為是很好的事 還有本呢 還有未來的息呢 在岸債還到 離岸債都還不到 不要吵地產 不要吵內房、物館等等 辦法 電力股很強 不過今天很多都是衝高陪落 亦都不適宜新買 有貨的話 保持住 我想你繼續觀望先 恒生指數 看著24800 站到再想多點部署